天智中心一向都是卖音响的集散地 但虽然近年有很多其他东西进驻 但音响依然是它的主力 今天来到天智有个主要任务 上面要探讨一个老友机 就是扇普Cable Asha 扇普在这个地方已经很久很久了 所以它最近做了一个大装修 重新整理好位置 当然还有新的产品来到 事不宜迟,我们立即一起上去 这里是17楼 如果离开17楼 应该会发现这里以前是充满神秘的地方 现在就充满阳光感的地方 正所谓灯光火曼 走过就没什么 不想进去打扰里面的商业大佬 其实门口已经有很多产品可以看到 不过说真的 在门口看产品 不如进去吧 一场都来到了 我们立即和大家进去看看 究竟是什么新的 进去 不用开门了 转瞬间就进来线店的总坛了 有来过的朋友都知道 这里的店铺全新装修后 依然是保留两个部份的 第一个部份就是销售区 所以不同牌子的线材 各式各款的线材 各种制式的线材 都在这里楼梨都很清楚了 同一时间 如果你想听的话 就可以进入另一个Session 另一个Session就是试音区 这个区域里面有一套很漂亮的Hifi 发烧人不单可以在这里试到不同的线材 还可以拿起自己的器材来夹一下线材 都还可以 我们就和大家介绍一下这里的 华视人 要认一下样子的问题 就是这位哥哥 Leo 线托的负责人 首先想问一问 你添置多少年 线托是98年开始的 我们第一间店铺就在中华的晚光行 两年后 2000年我们就在这里开了 就是旺角这间店铺 就是很多的 楼上楼下 也有很多公司 对 出去又赤紫洛洛 我们拓赖 很多客人都很表面我们 仍然支持我们 做到现在 今天新装饰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未装饰前 我们的店铺就没有做任何的格声 没有做任何反射的处理 自從我們製造了一款品牌 Sonatis 之後 我們用了很多反射板及吸音板來調整 譬如我現在用了 B&W 800 D3 如果在以前的房間裏 基本上我們不能夠用到這個喇叭 804、805 事實上我們加了之後 裝了反射板及吸音的設備之後 完全能夠吞吐到這麼大的喇叭 你的寧靜度和動態是完全能夠應付 所以這是最大的分別 有間這麼漂亮的房間 其實同一時間喇叭的服務 也是提升了 例如用家可以先試一試 以及用機器來試都可以 其實一陣以來我們喇叭都很歡迎客人 帶些喇叭來鞋鬥、比較、試 反過來我也很建議客人 你不要這樣跟我買 真的試好你才能購買 因為現在的線 坦白說是有便宜有貴 我們店舖有幾百元到幾萬元都有 但我覺得我不管你買 便宜好貴好 我也很建議你試聽一下 感受一下 為何會引入這麼多入門的線材 第一件事始終多了人玩Hi-Fi 原本玩耳機的朋友 突然跳進一個音響圈 不會一開始買這麼貴的一時 正常的 所以他們會買一套很便宜的合併機 或者有喇叭 買來玩試試 這樣才能夠逐步逐步玩上去 還有如果朋友買了一些線 其實都可以發覺不太合心想 都可以有機會換到其他線去玩都可以 買回去 不合聲 記住不要害羞 拿回換同等級的線材 或者是覺得很好聲 我想買高的東西 拿回來沒有任何手續費 當然了 一定是你要用得很英俊 要盛頂齊了 試你去正常 當然 譬如在七日之內 我們保證你可以換一次 其實外面外國 有很多很多好的東西 亦有很多新品牌 是應該要讓客人試 如果一直以來客人仍然玩來玩去 那些品牌 即是我每天要你喝一杯檸檬茶 每天喝 你都試試喝別的東西 有什麼品牌可以跟大家推介一下 其實有三四個品牌 我覺得是我們聖譜主打一點 我覺得很有可能 有兩種是波蘭的 一個就是KBL 這個 試過 聲音上比較新鮮一點 粉粉很寬 不介意你們用一些 所謂你們的超級品牌來比評一下 性價比非常之高 另外一隻就是Audiometer 它出的東西超級性價比 效果非常之好 還有它的聲音比較是一些 多數人喜歡的聲音 那種音樂味較濃的東西 價位上是否KBL比較高一點 沒錯 因為本身來說 整體上KBL的物業是高級一點 所以很多客人都會用Audio Mica KBL來混合來玩 另外就是一隻 就是這一隻比較特別一點 快點說一說 怎麼讀這個名字呢 Remove 我應該沒有讀錯的話 Remove 就是引力製造的 但是這個設計師應該都是一些洋人 開始我們做的時候都覺得 可以不可以的 但是網上搜查很多很多的資料 在外國其實有很高的評價 很高的評論 或者獲得很多獎 我們就嘗試一下 拿回來聽說真的可以的 它的價錢是非常值得玩 非常便宜 但它用的材料 是絕對沒有偷的 沒有偷工減材料 就是給你一些很好的質素的東西 說的是多少百元可以入到場 由四五百元到一萬多元 就是頂元到一萬多元 但是四五百元已經是非常好聽 即是給這些信號線都兩千多元 但是給你彈簽牌 卡特使頭 所有東西都會有 另外一隻就是Fisher 這隻是德國的電源產品 但是這間廠比較特別一點 十年如一都是賣同一樣東西 是 不做其他東西的了 不要叫我做其他東西 Fisher 除了是香港發飾 經常都會用的尾式插槽 其實它什麼顏色都有 是 近來終於跟一間廠周旋了一段時間 我們可以在拖板裏面 有尾式投射答應 大致上我們也有這幾隻 還有結構架 結構架是用來找打的 是呀 是膽子 你不要比較 比較就是真的很多人都會中招 來到線舖除了找這套老闆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輕打可以找的 其實我們公司 我這樣說在添置大廈裡面 我們是最多員工的 比如有Benny Tony 還有Jerry 這些都是我們的好兄弟 很多位班 所以來到看到哪位都可以勞煩他們 滾教他們 嘗嘗深水的靈線 好 剛才阿Leo 跟大家說一下有個試音室 這裏就是線舖的全新試音室 其實都是那個試音室 不過做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跟大家輕輕地走個圈 首先第一件事最重要的 就是整個房間做過 特羅地亞的SONOTUS 的升學處理 所以你會看到整個天花板 全部都做了Defuser 大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 這裏的長闊高和物料 全部都傳到廠 由廠做分析 跟著根據廠的建議 就是這裏整個Defuser 有些是有海綿 有些是沒有海綿 希望做到那個聲音 在吸和礦方面的平衡會做得比較好一點 另外當然 例如這個地方 它的闊度有限的 第一反射點 某些位置要安裝Defuser 這個也是一樣 還有牆壁本身都做了Acoustic的處理 令到這個聲音 能量的吸收程度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大家就看到這對Hotel 很大的喇叭 這人只有88D3 88D3 就是一對 整個Hotel 都夠聲的喇叭 放在這裏播放 大家有興趣可以來這裡聽聽 吞吐也相當不一樣 所以都頗重要 當然有擴音機 這裡他們自己買了擴音機 買了一些器材 來做示範 這邊有金桑子 有Fastlabs Electral Combinator 當然他們有自己的東西 Gigawatt 的電柱 也有齊 地下有一堆墊 為什麼呢? 因為剛才我去拍攝的時候 就去發燒的時候 拿了他們自己的器材來這裡 給這對客人先給我 不再去那麼久 我再給他們聽聽 好 今天和大家來到 天智商業中心旺角 17樓線譜的全新裝修 以及我們請了 負責人 這裡和大家分享一下 他們最新的特色經歷 以及什麼產品看的一個短片 就介紹到這裡為止 喜歡我們拍片的朋友給個讚我們 還沒訂閱我們的頻道記得訂閱 訂閱之後記得按住頻道旁邊的鐘仔 有新片出你們第一時間收到通知 今天我就看到他們幾位負責人 我就再三問一問 如果我們就這樣 Walk in 進來 或者預約進來 其實都可能真的光顧好笑 會不會服務會不會那麼好 或者知如處女 他們就拍胸口三次說一定可以的 所以大家就即管可以上來玩一下 聽一下東西 有什麼開心呢? 不開心呢? 就在留言裡說就不關我的事 OK? 儘管可以聊一下 就讓他們服務好一點 下次再和大家去巡視不同的音響店 以及走走不同的音響店 下次再見 就是這樣 拜拜